哈囉大家好 我是沙甲 大家好 我是沙甲 今天要跟大家說的是 日本人羨慕台灣的防疫 台灣政府被日本人戰報 日本政府卻被虛報的原因 有很多日本人會擔心 現在這個時候來台灣玩會不會有危險 但是只要上網一搜尋 就會知道 日本人對台灣的政府是非常讚賞的 而且也認為台灣是非常安全可以旅遊的地方 那我自己覺得比較幸運的是 現在我人住在台灣 假設我當初沒有來台灣學中文 我現在的防禦觀念 應該就跟現在大家所看到的日本人一樣低 那超快速的複習一下 台灣政府面對武漢肺炎的疫情 做出的各種措施 那這些是在日本也被分享的 大家可以順便學習一下日文 我會再翻譯中文 那台灣呢 為了不要擴散病毒感染的案例 政府的警覺是非常高的 首先是限制入境台灣 台灣人也不要過去 也限制了口罩的觸控 因為畢竟面對未知的新病毒 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這樣子做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畢竟要 先可以救自己 才能夠有能力救別人 那像臨近國家的越南也非常提高警覺 因為這次武漢肺炎是來自於中國的關係 所以對於跟中國關係比較密切的國家 尤其是也是一樣講中文的國家 特別提高警覺 越南一度非常快的下令 禁止台灣人入境 在台灣和越南政府的不斷不斷的溝通之下 就在當天原本發布禁令的傍晚 隔了四個小時之後 就馬上宣布解除禁令了 那反觀日本呢 雖然日本做出撤僑的動作 他的對應跟速度是被大家所讚賞的 但是這些人回國之後都一定要做檢驗才是 其實政府應該要用政府的力量 強制的讓人民服從 讓那些人去做檢疫 可是日本政府的反應慢 沒有這麼做 還讓那些撤僑回國的人 讓他們有拒絕接受檢驗的權利 那就真的那麼白目 日本人有兩個人就 真的拒絕了做檢疫 那那兩個人就這樣子回到了他在日本原本的生活 日本政府就容許 就這樣子讓這麼高危險的人 暴露在廣大的日本社會當中 對於此事 安倍晉三 居然只有回答 太変殘念です 那這個嚴重性真的不是一句非常遺憾就可以帶過的 這一點也是被日本國民罵翻了 也因為這樣子處處的漏洞 讓日本在很快的速度中變成了 中國以外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第一名 我覺得有一個問題是 日本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子的病毒 不像台灣有SARS的經驗 那日本人沒有一個一套的SOP 就會很慌張 不知道該怎麼做 還有一個問題是 日本政府一開始以為 武漢肺炎是像一般的小感冒一樣而已 太過親戶這個病毒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政府這樣子的不處理 讓日本民間也發現一些問題 一個就是烘台口罩的價格賣的很誇張 就是有些人去搜刮口罩 然後用非常高的價格在網路上賣 讓那些真正需要口罩的人買不到 這個日本政府應該也要去控制才對 可是沒有做出任何措施 也是被日本人民罵翻了 台灣雖然也有出現了一些口罩賣很貴的現象 但是反觀台灣的民間 因為這個疫情就剛好在過年的期間 原本是春節的期間要上檔的萬眾矚目的電影 像是彭宇的電影啊 那他們就有延後上映 但我覺得這個動作也很好 日本應該就不會有這樣子的動作出現 雖然說因為這個疫情會影響票房的關係是沒有錯 但因為演員啊 導演的鐵粉們一定會想要去支持彭場 那延後檔期這麼做 也是幫助大家減少接觸大眾的機會 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難過的問題是 日本人開始歧視講中文的人 有些店家開始拒接中國人 像是在北海道雜黃人氣的拉麵店 還有在神奈川的餅乾店 也貼出中國人禁止入店的告示 但有很多中國人是他們本來就住在日本的 還有一個就是講中文也不代表就是中國人 那就算是中國人也不一定就是從武漢來的 那我看到有些日本人店家有這樣子的反應 我是覺得非常難過 但我覺得最近全世界的災禍好像很多 前陣子才發生澳洲野火 我看來也是覺得很難過 也有去做捐款 我一開始也想說 需不需要捐款給武漢的人 但是他們需要的應該不是捐款 應該是口罩 但是我的經濟能力不像藝人可以買那麼多之外 我自己的口罩也是完全的買不到 就算家人幫我買的一盒而已 就覺得不知道該怎麼幫助武漢的人 也是覺得自己很無能為力 那我能做的就是呼籲大家預防 所以上次有拍了這部影片 告訴大家一些事情可以再去看看 那最辛苦的都是站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們真的很感謝 大家也要愛惜這些完善的醫療資源不要浪費 最後也呼籲大家記得要勤洗手喔 那大家有任何看法都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我們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那我們下一集影片再見 掰掰